长发披肩 深情憔悴 13号被捕的四名香港青年 年纪最大的23岁 最小的才只有16岁 他们都是因为反送中运动期间 被控袭警跟暴动罪 其中一人就是2019年10月1号 在示威现场遭到港警开枪 击中胸部的曾志健 根据港警国安处调查 他们弃保逃离之后 合计交了40万港元给一个集团 说是会帮忙逃出香港 结果却是在一处工厂大厦里 熬了一年多 缸警表示为了躲避追查 四个人还被塞进纸箱里 运送到不同地点 并且强调过程很不人道 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们是被放入箱之前 是不会告诉他们 下个目的地在哪里 就是各人他们除了承受着一些危险之外 在心理上也都很差 都觉得自己好像被人去卖猪仔一样 经过一年多的躲藏 还有向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寻求庇护 却遭拒绝的煎熬 四个人原本预计13号 要从西贡黄石码头逃往台湾 却差一步遭到香港警方逮捕 依照先前的判决 暴动 袭警 恐怕面临三到四年的老狱之灾 电视频人柯胜熊 庄志伟 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